教育部去年10月份对减免学生贷款计划全面改革 在放宽限制之后 现时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有资格通过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 而获得学贷减免 部分之前曾经申请减免而被拒绝的人 在新规之下可能已经具有学贷减免的资格 据今日美国报道 教育部在10月份对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进行了全面改革 联邦机构放宽了原本一些严格的规则 令到几百万从事全职公共服务工作的人士 可以获得学生贷款债务的减免 教育部在1月份的时候表示 已经有7万人受益于总债务减免 是政府最初估计的三倍多 几十万人可能有资格参加这项减免计划 计划执行程序最简单 只是要求借款人全职从事公共服务工作 工种可以与所学的专业有所不同 借款人需要先偿还10年的贷款 申请之前的还款可以纳入信用报告 10年付款之后 联邦政府可以免除他们剩余的债务 被认定为公共服务的先决条件 主要视乎申请人的雇主 为政府或者非盈利组织工作的人士都有资格 包括公立学校教师 消防员或者警察等职业 也都包括IT专业人士 公共利益律师 游戏设计实验室的经理 以及神职人员 美国大约有3500万个工作崗位 在技术上都属于公共服务崗位 但是私营部门获得更高资深机会的人士 就可能不符合减免资格 总统拜登说 减免学生贷款债务是国会的职责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政府将会暂停上环联邦学态的时间 延长至今年5月1日 以便陷入困境的借款人 有更多时间为重启还款作好准备 天后卫视编辑报道 然后也请来到节奏